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啊 那个打压好好 其实已经有问题了 其实啊 我们每次遇到啊 Balancing过后 会抖原因是什么啊 我们眼睛跟手测试 感觉这个轮胎是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已经是问题了 用这个电脑可以测试 知道他的轮胎有没有问题 有看到吗 红红了 就是说要翻掉了 这些就是看我们的 轮胎啦 这个是看我们的打压咯 会不会圆 这个是测试他两边咯 轮胎两边会不会圆 这个是看那个轮胎有没有问题的咯 这个也是测试轮胎 会不会平 这个轮胎 我们要平衡到他很美的话啦 最好最好是Below 5 你看这个已经是2 2是不能够调的了 如果 这个轮胎好不好 你看啊 这个轮胎是21寸 你需要用两粒 称5 看到吗 5跟5 其实这个在电脑里面是可以不用称的 微乐要求完美 我把它称多一个5 这个也是多一个5 如果你的轮胎 是好的 他的可能性就会那么多 这个越多 他就越陡 又又不好看啦 老实讲啦 是微乐很好看的一个关系吗 那你的意思是讲如果 冰的 balancing 越小 就是品质越好 这样子哈 可以是这样子讲 不过也是要跟打压配合的 如果打压不好的话 balancing 也会造成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这个balancing 来optimize它 把它做到最完美一步 所以好的balancing机 它的功能会比较细是吗 对对对他可以把它把你的本性做得更加均准 不会说贴到多多条这样子啊 也是很丑 再加上贴多条一定是不准的 哦越多反而不准 因为乱掉去他 对对对 现在是零了之后不是 你按fire 这边还有三个四 我们把它做完美它 所以让它真正是零到完 呦呦我问你啊 你怎样知道要连哪里呢 呦你看 这边有lizzer 它lizzer的红点 跟这个阿拉的红点就对了 哦 好好珍惜哦 哎呀 这样厉害啊 你看这个optimize啊 这个optimize这个东西 它是叫我们 把你的lizzer 不平衡的地方 跟你打压不平衡的地方 兑换 到平衡的为止 然后它的这个平衡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会帮你做marking 你要怎样子去兑换它 把它的平衡做到最好 你看啊 刚才我讲还有三个四吗 你看现在 全部零的 哦 哈哈哈哈 总结来说有这么好的机器 除了方便我们工作以外 也可以让客户更好的去了解 自己轮胎的一个状况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是肉眼看不清 反而需要电脑去检测的 知道了问题我们就对症下药 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工作品质 并且让客户安全出行 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关注点赞哦 嗯 嗯